我們再推演多一步 究竟這個名單他們談的過程是怎樣講數的呢 因為這次常委不能留下幾位 李克強、韓正、汪洋和律戰書都有某種程度的團派背景 理論上他們是團結的話 是不是都已經足夠可以制衡呢? 為什麼這次可以所謂團派清零 其實你覺得這是不是一個客觀的描述 究竟他們是怎樣可以談到這個名單出來呢? 我想現在有些說法就是 就是說權派李克強和汪洋 因為反對習近平連任 反對打破這個幹部這個連任制度 所以他們就主動退出 不參加這個選舉 這個是在官方的報導裡面 有略略暗示有這個情況 我看到一篇官方的報導呢 它就說有些老同志高空兩節 主動就是為了要幫助年輕人上委主動退出 其實這個主動退出呢 可以是一種無聲的抗議 抗議習近平連任 那會不會是由於如果是那篇報導是屬實的 就變成了就是李克強和汪洋呢 是主動退出以主動退出中央委員會 叫那些人不要選他 用這個方法呢 是來表達他對習近平連任的不滿 這個會不會是其中一個解釋呢 那我不知道 但是呢這個解釋 又解釋不了為什麼 胡春華 他在這個中央委會的名單裡面 但是呢 到政治局的時候呢 連政治局都進不了閘 這個就不是說 就是大家高空兩節 這個這個 讓出的位子 主動讓出的位子給別人這樣 那我覺得呢 會不會是 中共官方的媒體呢 用這個所謂高空兩節 主動 主動退出 來掩飾 這個黨內殘酷鬥爭 將全部這個 非習家軍全部踢出局呢 我覺得也有可能 所以現在來講 真的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反而我覺得 需要研究的 當然大家可以用很多理由去解釋 譬如說他已經控制了整個黨的機器 控制了軍隊 特別在開會 在今次二十大開會之前 在去年 去年他已經將整個武警 是從本來從政法委的控制 轉移到軍委的控制 就是他連這個 連這個刀把子也都控制了 然後呢 那時候呢 你就可以 對每一個人呢 對一個他不 不喜歡的人呢 都可以實施各種的特務的手段 因為你知道 武警 是這個 屬於這個 原來是屬於政法委 這個控制的嘛 那現在將武警調進去中央軍委 控制 就是說他可以指揮武警 去對一些不服從他的人呢 是進行鎮壓 那這個 你可以從很多方面來解釋 就是他為什麼到最後 是能夠好像毫無阻擋那樣 就是連任成功 但是我自己覺得呢 沒錯這些都是事實 就是他掌握了軍隊 掌握了一副黨的機器 掌握到宣傳 全部都適合這些分析 但是為什麼他都還能夠 是過五關走斬六仗 完全好像 完全遭遇不到 有效的抵抗那樣呢 那我覺得呢 可能是有些 有些原因我們忽視了 你譬如說 譬如他用處理過黨的問題 他在2013年 就是上任 十八大之後 上任很久呢 他去深圳 就哀嘆 蘇聯這麼大的黨 說倒就倒 警務一男兒 這句說話很經典 那這句說話那個 那個 就是Floyden Slip呢 就是說他要做中國共產黨的男兒 他要挽救這個黨 那時候呢 他跟著就是 一上任之後呢 就以這個 以這個反腐為名呢 是一下子把所有的這個 這個 政治意見的軍頭啊 這個政治人物全部呢 是打殘了 甚至乎呢 連這個 真慶紅 都差點想動了 那 他打出來的旗號 就是要挽救黨嘛 他要做中共的男兒嘛 嘛 所以變成 這個 這個 提出這個 的提法之後呢 在黨內來說呢 就變成呢 是他 取得一張 就是為所欲為的 通行證了 因為大家都知道 共產黨其實很腐敗嘛 共產黨 真是他自己都怕 會出現 這個蘇聯共產黨的後塵 不知道突然間 不知道他什麼時候會 會臨當 所以他當 當 習近平提出 他自己要做這個 中共的男兒的時候呢 就變成這個 就是很難去反對 也都等於是 給他開了綠燈 可以在黨內 是這個 這個 任他怎麼沒有 那麼 所以才會令到呢 是好像他 為什麼他說 要取消這個 這個 要修憲取消這個 這個 這個領導人職務的 限期 連這一條他都可以 取消了 因為他在黨內 已經給了他一個 好像一個 mandate 他因為要做 中共的男兒 所以他取得一個mandate 就任他為所欲為 在黨外又如何呢 黨外呢 我覺得他也取得一個mandate 就是什麼呢 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中國夢 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標誌 就是 中國統一 統一台灣 所以當他要提出這個作為 這個施政的總目標的時候呢 這個事情 我們知道 我們中國人 由於文化傳統的關係 是比較強調 就是國族觀念比較強的 國家民族的觀念 始終都是擺在個人之上的 這個就是 中國文化的一些特點來的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當他提出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這個中國夢 你是沒有什麼人可以去阻擋他 在這個前提下 你阻擋他 等於你是不愛國 甚至乎是賣國 所以他提出 無論在黨內 要做中共的男兒 或者在黨外 要推動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都是好 都是等於拿到一張 就是拿到他的規定 讓他可以為所欲為 所以就是這樣 你才可以解釋到 為什麼他要連任 為什麼他要連任 這次他能夠強勢連任 可能都是基於一些 難以抗拒的理由 使得人家沒有辦法 有效地反對他 不知道看法是否正確 有幾個問題 我想補充一點請教 就是說 如果他真的這麼大權力 在北戴河會議 照計都應該可以提出 他自己人的名單 應該都不需要在最後一刻才會改 那其實是 是不是外奸會高估了 他對權力的壟斷 還是其實他自己那些 就是那些什麼 玉琴仙中 引石出動的那些策略 就是為什麼可以解釋這兩幕的出現呢? A他很有權 而B可能之前有的版本 是李克強可以有部分的自主性 那這兩件事 怎麼才是可以合作呢? 老實說真的不知道 我都沒有資料去猜測 這個問題 就是 是一個很大的困難 北戴河會議之後 明顯地是他受到制約的 包括 這個 這個 烏克蘭的問題 就是無底線支持 這個 這個 蘇聯 俄羅斯 都是受到很大的抵制 一個具體的 例子說明他受到抵制 就是那個 外奸部副部長 駱玉成 營了東菇 駱玉成就是一直在那裡 推動 這個 全力支持俄羅斯的政策 他被營東菇呢 對 習近平來說 是一個挫敗來的 因為他 他曾經是 動用他 而且 習近平是執行一條很親俄羅斯的路線 而在駱玉成 那個調職的過程 過程之中 也是很過癮的 先是宣佈了他去廣電部 沒有幾天 又 又 又 報道 去回外交部 這個 這個 繼續工作 那就是調不成了 調不成之後 到 再過幾天之後 國務院 以這個國務院的調令方式 將他 正式調去廣電部 從此他就沒有再回外交部 沒有聽他回外交部的消息 那就是連一個調一個 到駱玉成 你都看到一些角力 先是放消息說調他去什麼 跟著他回外交部工作 跟著國務院出定式通知 就是 勉強外交部工作 要去這個廣電部 那就是在一段時期 你看到 北大海會議之後 的而且確 就是習近平 是 是被迫作出一些退讓 至於到最後 為什麼能夠 反敗為勝呢 發生了什麼問題呢 這個真是 不是我們國外所能夠看得到的 至於會不會 真是 有些人的分析 說搞了兩張名單 然後到時候 就是 一張假的名單 騙了那些老幹部 到最後 表決的時候 才是真正的名單 這個不知道 會不會真的 黎媽換太子 太過戲劇性 這個就不知道了 但是 的而且確 是很吊詭 這個是事實 我沒有辦法解釋 所以 最後一個問題 你覺得 憑以前 你對這個黨的觀察 他這樣一言堂 清一色 以前毛澤東 還有一些 不同的派系 他也想 大一派打一派 他的矛盾論 諸如此類 他有這一套 現在去到 那麼 習家斑 這個 這個時代 你覺得是可以維持多久呢 因為從來都沒有試過的 是可以從此一統天下 還是充滿暗容呢 我覺得當然充滿暗容 因為 因為物敵必反 我覺得 就是 就是 世事的 你很難違背 這個物敵必反 這個規律 現在沒錯 你現在一統天下 那是不是就是 就是 從此你就是 安省無憂呢 你不要忘記 那個 那個 暗容是隨時在那裡的 暗容就是說 你現在 在國內來講 四通橋那個勇士 本身 所 所 所帶出來的問題 就是說 有人明知會死 都去 號召大家起來反抗你 那麼現在 你看完 這個 這次看完 這一場戲之後 更加 這場戲 雖然在內地沒有上演到 但是已經 從網民的 反應呢 你可以看到 內地很多網民都已經知道了 已經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那時候呢 這個事情 會不會更加激化了 民眾對習近平的不滿呢 我覺得 我肯定是會的 然後呢 你在國際上呢 本來習近平這十年已經做到中國是極之孤立 那現在看到這樣的局面呢 就是 只會加 加強國際社會對習近平的防範 和打擊 所以 表面上你是 權力到了頂峰 你是 一統天下 就是 你的班子一統天下 完全沒有意義 所以 是不是等於你能夠安坐這個皇帝位呢 我覺得 我覺得 不一定 真的 物敵必反 明白 那我想我們今天才請教到這裡 我相信大家都 都會很希望你的預言 是 會發生 但是現在我們看到的就是一個 很前所未見的局面 那相信未來這幾年呢 無論你身處哪裡 都會受到這個會議的結果的影響 可能遲些有什麼大事發生 我們再請教我情長前輩 非常感謝 我也是 沒有了道的 我完全沒有 沒有內部資料去跟大家報告 所以 都很抱怨 你說得出這句呢 代表了你已經是 真的 非常 合理的評論 因為現在 我沒有人知道內部文件 但是觀察所得 我想大家都很想得到一些 剪定物資料的答案 我們有機會再談 謝謝 好的 謝謝 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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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再見